记者刘宇庆 澎湖报道 危机就是转机 澎湖九汉未雨 进入第一阶段限水 三座地面水库 以前河建地 澎湖青年阵线呼吁澎湖县政府与自来水公司 尽速展开清淤作业 以延长水库寿命 增加储存容量 每雨季与台风气来临时 才能为澎湖解渴 澎湖水情吃紧 岛屿大汉 澎湖青年阵线近日到马公本岛的星人 成功集东为三座地面水库放掉 水库大部分都以前河建地 淤积泥土全都被烈日晒到剧烈 推估水库淤积一身 月初提出水资源政策纲领的澎湖青年阵线 今天 30日 再度游县议员参选人显议者与马公市民 代表第三选区参选人赵尤伦发表 《尽速清淤共同声明》 具有工程学识背景的赵尤伦说 枯水期 低水位时期正是清淤作业最合适的时候 现一折说 澎湖本岛三座水库 总储水量虽有186万吨 这次枯水期建地后 可发现里头淤积严重 显示当前的蓄水高度已无法真实反映蓄水量 唯有尽速展开清淤作业 扩增储存容量 才能确保未来的供水稳定 同时及此解决水库严重淤积的问题 延长水库寿命 增加水库防淤能力 而后才能真正为澎湖解渴 澎湖青年阵线也再次呼吁政府 采纳月初提出的水资源政策纲领 推动开源 节流 循环三大方向改革 从根源解决澎湖缺水困境 也呼吁澎湖民众及来访澎湖的观光客旅人 共同珍惜水资源 共同努力度过枯水时期